欢迎收看今天晚间十点新闻 掌握到最新消息了 晚间的时候花莲跟进了其他县市禁止餐厅内用 中央松绑现在看来地方都不敢松 就形成了不同调的状况 而彰化线在下午三点还是顺时钟 结果到了傍晚五点急转弯 宣布26号前禁止内用 回解封之后能不能在餐厅内用地方中央不同调 十号晚间花莲跟进其他县市禁止内用 马祖也开离岛第一枪跟着逆时钟 即使各县市纷纷维持近内用 彰化线十号下午防疫记者会的时候 还顺时钟有条件开放 还因为各县市不同调 一国两制呼吁中央统一规范 彰化线所公布的内用是依照中央的指引 而且我们是加盐来做处置 在县府松绑的政策下 餐饮业者做法也有如中央与地方不同调 有人维持只能外带 有人开始准备餐桌上的隔板 迎接为解封 提供座位给客人内用 肉圆是彰化著名小吃 即使彰化县府宣布松绑 业者不敢松 拉米也一样不敢开放 维持目前只外带的做法 现在还是以提供外带为主 还是要等全面解封比较好 不过将近五点的时候 彰化线急转弯了 只是全台各县市已纷纷宣布 餐厅不开放内用 同岛一命 同为一日生活圈 避免外县市的民众 往彰化餐厅移动 形成防疫的压力 决定在7月26号以前 仍然全面禁止餐厅内用 转弯的还有南头县 餐厅的部分我们要持续禁止内用 希望大家鼓励 用外带的方式来支持餐饮业者 中央为解封有条件开放餐厅可以内用 不过这次全台几乎逆时钟 顺时钟开放内用的只剩下里岛的金门跟澎湖 TV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台南市的政策急转弯 黄伟哲就表示说是和餐饮业者研议之后 才决定暂停开放餐饮业内用 而且他也强调不是在逆时钟 而是从善如流 另外看到了屏东县 原本只有肯定以及业是不开放内用的 今天同样也是急转弯宣布餐饮一律是禁止内用的 9号才对外公布允许夜市餐厅餐饮内用的黄伟哲 决策急转弯 改为跟其他六都一样都暂停内用 他强调这不是逆时钟 还找来15个相关工会背书 全国一致的防疫标准来处理 餐饮业暂时还是先不要内用 我们的肯定有四千几个 普遍的大家都要建议市长说 我们没有差两星期 如此慎重 因为黄伟哲考量餐饮业者生存 9号宣布台南可以内用之后 市民就灌报了他的脸书 质疑如果餐厅内用不会增加染疫风险 为何其他县市也不愿解禁 还有人要市长别为了拼光光 赔上台南市民的生命 既然业者他们也觉得不急着开放 那民众也觉得不开放 会消费的更安心 那我们有这从善如流 在屏东餐厅业者召回员工忙着打扫 准备重新对外营业 有的业者好不容易订到 早已经缺货的隔板 却收到消息 原本除了墾丁大街屏东夜市之外 都可以开放的小吃餐厅 现在也禁止内用了 订了隔板 结果内用要取消了 就是前后差一分钟 我就赶快又赶快再上网 去把他那个隔板取消 好不容易订到了 也是蛮错的啦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要配合政府 有人赞成有人难掩失望 疫情当前决策变来变去 业者无奈的说只能全力配合 TVBS新闻顾索仓叶凤达 南部报导 规则变来变去 业者是真的很困扰 像是正新街非常知名的水果店 这老板真的就一肚子气了 因为这个水果切盘不能够内用 所以他原本就休了一个长假 现在准备要出来营业 结果又临时喊咖 气得他痛批 黄伟哲经不起别人的攻击 老板真的火了 炮轰黄伟哲 唯解封规范 几踩刹车变来变去 水果店到底是要开还不开 三级警戒 水果切盘没有办法内用 老板休了长假 听说要唯解封 才出来开店做准备 先卖外带果汁 黄伟哲是日中午才又跟进其他五都 一样在台南 正新街 知名鸭肉店 老板也很不满 因为隔板弄好了 梅花座也标示出来 等于白费工 去做了很多准备什么隔板 还有一些什么安全措施都准备了 那些又延期又禁止内用什么 我们这边观光区 其实坦白讲 对我们这些店家真的都是鼓鼓砍 要几碗 要五碗 转到国华街 小卷米粉老板对于是否开放内用 他态度没变 小吃店有些隔板在三级警戒前就有 对于餐厅不开放内用 国华街几间小吃民店 业者看法都很一致 要么就是江二级在开放 要么就是大家都打了疫苗 台南以美食小吃文明在微解封阶段 到底要不要内用业者很两难 怕感染风险 但只做外带 生意没有以前好 台南拖了两天改变决策 小吃业者烦恼又增加困扰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道 中央的微解封六都现在都逆时中 解封的标准更是争议不断 网友就点名了四大场所的解封呢 根本不知道标准到底在哪里 资深记者邱婉柔要带我们来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 三级警戒延长 但是可以微解封 微解封的其中一项就是餐厅可以开放内用 但现在台湾多数的县市都是不买账的 而这个标准现在也被民众质疑说 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很奇怪 因为如果餐厅可以开放内用的话 那图书馆为什么不可以开放呢 难道是有经济考量吗 所以像这个国家公园餐厅 健身房以及电影院 也变成网路热门搜索的关键字 因为现在健身房是可以去的 电影院也可以去 但是幼儿园补习班却是不可以 他们就质疑这标准真的很奇怪 还有人开完搜索 干脆把小孩通通送到健身房去好了 但台湾民众西部希望微解封呢 从这数字来看 持中立的民众是超过六成的 反对意见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六 比正面的人还要多 所以从这个结果看起来 负面声量几乎是正面的两倍 多数民众仍然不敢乐观看待 在疫苗不足的情形 撒谈微解封 但微解封呢 这个字眼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第一次出现的 大概是在六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当时在讨论说 是否要延长三级警戒 有些民众就开始有一些期盼了 然后这是第一次讨论 他的声量大概在这里一万多比 没想到六月三十号的时候呢 北市夜市微解封也引来一些批评说 明明就还在三级警戒 怎么可以这么多人呢 这讨论度呢 甚至来到了两万多比 蛮高的 最后最近一次呢 就是在七月六号的时候呢 因为三级警戒的期限将至呢 网络上又开始掀起讨论 还有距离东京奥运开幕 只剩下不到两周时间 东京的确诊数压不住了 周六东京新增950例确诊 比起上周六增加234人 而首都圈呢 一都三线已经宣布了 奥运赛事全部都不开放 民众来入场 而现在连北海道跟福岛线也跟进 东京奥运被疫情蒙上一层阴影 就连要从台北出发到 东京的CNN记者还没有搭机 就已经感受到准备工作 比以往繁复许多 记者必须挑选日本政府 认可的医院做筛检 为了搭上飞机 填了数不清分的表格 在机场check-in时 地勤光检查文件就花了快一个小时 千辛万苦拿到了机票 显得格外珍贵 记者说班机上人很少 他还能坐到靠窗的座位 算很幸运了 因为斐机很多班机取消 选手竟然得搭货机飞往东京 抵达后 他照例得在做筛检 很快就知道结果 但去年疫情刚爆发时 可不是这样 日本政府花了上百亿台币盖的场馆 现在确定开幕跟闭幕都不会有观众入场 外界在猜 主办单位打算用什么方式进行开幕式 比如2020年7月 日本职业棒球联盟的比赛中 一个球队在看台上放了20个跳舞机器人 为自己加油助威 2020年 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上 主办方在看台处布置了应有观众人像的横幅 还在体育场的屏幕上直播球迷观看比赛时的表情 首都圈一督三线的场馆因疫情严峻不开放观众 在北海道举行的足球赛也不放人 民众进入线上抽门票系统 发现上面都被改成不可入场 在福岛线举行的棒球比赛也跟进取消 砸数十亿半奥运期盼刺激观光 没有料到变成史上最悲情奥运 而欧洲多国现在已经开始了重启计划了 除了英国要在7月19号解封之外 法国的夜店已经在周五重新的开放营业 而下周登场的法国国庆也将会回归到传统实体阅兵 只是法国卫生部长就警告 到了本周末的Delta变种将会变成法国主流病毒株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疫苗 对于Delta的防护力各有不同 莫德纳是可以有效预防的 另外同样受到了Delta肆虐的美国 加拿大现在还多了一种Landa变种的威胁 机兵防阵浩浩荡荡走上香榭丽设大道 后面还有军乐队登场 法国为了迎接下周国庆 抢先预演游行 真的是机会难得 因为今年法国国庆是在疫情后 回归传统实体阅兵 象征法国将挥别疫情阴霾 美国旅客也重回巴黎观光 当大家沉浸重启喜悦时 法国卫生部长却这么警告 法国新增确诊中近半数是染上Delta变种 恐怕会面临跟英国一样的命运 至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 从乔治亚德州到密苏里州 五大群聚地区因为接种率低 恐怕沦为Delta变种的传播温床 可怕的是除了Delta 还出现了Lambda变种的威胁 Lambda变种肆虐南美洲后 北上进攻美加 加拿大侦测到11例确诊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表明 没有证据显示Lambda比Delta 或其他变种病毒更致命 但专家也质疑可能会影响疫苗效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随着疫情延烧至今 关于病毒的起源是众说纷纭 而现在最新民调显示 有52%的美国人认为 是武汉实验室外泄了病毒 再交给宛柔说明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 已经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 但是大家都想问 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小心的还是蓄意的呢 美国当地只有一份民调 就对民众来说 你认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没想到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说 是来自大陆的实验室 只有28%的人认为说 是来自动物感染 这个民调跟去年 他们做的结果完全是大相径庭的 因为同一个单位 对同一批人做的时候 在去年只有29%的人认定说 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过去 这个实验室流出病毒的这个说法 最开始讲的是前总统川普提出的 他认为就是实验室外泄病毒 那没想到 这个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也宣布说要重启调查 所以在美国呢 部分党派都认为说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找得到答案呢 美国的防疫专家佛琪就说呢 其实呢 未来应该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要画下据点了吗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将会在8月底结束 不要再牺牲更多的人命 再交给宛柔 美国在这世界上呢 一直以老大哥的角色自居 常常哪里有纷争呢 他都会出面帮忙摆平 不过现在从两件事情来看呢 难道美国的百年天命 已经不在了吗 第一个就是海地 我国的友邦海地的总统呢 在7月7号是遇刺的 但是呢 拜登政府呢 确实在两天之后呢 拜登才说呢 政府随时做好准备 要来支援海地 这也被批评说 是行动迟缓的 美国当地媒体 美联社呢 就批评说呢 拜登政府放任海地 沉入加勒比海 悄然放弃维持百年 拯救者的角色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阿富汗 拜登也宣布说呢 已经实现反恐目标了 所以8月31号呢 美国将撤军阿富汗 未来也不会有完成任务的时刻 这外交人士就分析说呢 这对美国来说 是一大挫败的 因为呢 塔利班跟阿富汗政府会谈之后呢 先后已经跟中国和俄国 标达交好意愿 这也让中国的外交部 趁机见缝插针 他就批评说呢 美国的衰落 是霸权的衰落 也是思想的衰落 人权记录 劣机斑斑 还敢对别国指手画脚 那就来看到海地总统摩依士 遭到暗杀之后 当地的民众人心惶惶 有上千人是挤到了 美国的驻海地使馆外头 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他们 离开海地 而白宫表示呢 将会尽快的派FBI 跟国土安全官员 到这个太子港协助 维持秩序 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外 涌入上千海地人 他们甚至把家当装进行李箱 直接拖来使馆 海地总统摩依士 遭暗杀身亡后 虽然警方在48小时内 迅速逮捕了17人 但海地人已经对国内治安 毫无信心 希望美国老大哥能救救他们 美国答应要出动 FBI协助海地维持治安 只是海地政府逮捕到的嫌犯 还包括两名海地裔美国公民 他们向警方公称 只是帮其他26名哥伦比亚级枪手 当翻译 而且他们当初的任务 只是想要活捉总统 没有想杀了他 但看看案发现场 汽车被他们烧得面目全非 警察的刚受站外墙 布满弹痕 地上还留下一堆弹壳 再加上至少有17名嫌犯 是哥伦比亚的退役军人 真的很难想象 武力强大的外籍佣兵 没有打算置总统于死地 台湾位于太子港的大使馆 在被11名嫌犯入侵后 海地警方加强维安 但整个社会氛围已变得不安动荡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大陆的半导体龙头紫光集团 过去曾经扬言说要买下台积电 但是去年传出负债上千亿人民币 只有昨天已经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数不清的芯片 这是紫光集团梦想的起点 被视为中国大陆晶片国家队的紫光集团 过去壮大之路是靠砸钱并购 中国心正在崛起 现在能拿下国内芯片第一企业名号的 就是紫光集团 花钱买技术搞研发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曾经夸口 要收购台积电合并联发科 他一人管理64家公司 被封为并购狂人 但因此紫光的财务杠杆过高 这里面大约有一半是我们的自由资金 一半是来自金融机构的这种固定利息的借款 赵伟国去年大谈并购金 但摊开2020上半年财报 有息债务1567亿人民币 一年内到期债务占了约52% 无法清偿到期债券 遭债券会上银行 向北京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除了内部财务出问题 还有企业被制裁 美国商务部再增列34家 经济制裁黑名单 中国大陆就占了14家 因为美方认为 这些企业涉嫌协助北京迫害新疆 或是采购源自美国商品 来支持共军军事现代化 是打着人权幌子 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工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大陆力拼高科技自主之路 似乎困难重重 匹配秀 六华全民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B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